最近媒体报道 今日有摄影师在街头 看到了刚刚购物结束后的李晨 他戴着黑色墨镜 上身穿着棕色风衣 下身穿着黑色裤子 走路生风帅气十足 而随行人员手中拎着一个包包 引起了摄影师的注意 包整体成白色 上面装饰着粉红色卡通花纹 一看就是范冰冰的包 不出所料 采购完毕 李晨开车回到的是范冰冰小区的地下车库 之后便匆匆上了楼 随行的包却被李晨忘了 落在了车里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